大家好,我是小秋,阅读前麻烦您发财的小手点点订阅,您的订阅是我更新的动力。 我是寒门出身的贵子。 三岁到医院,测出智商145,是门萨最年轻的会员。 五岁因为绝对英感,成为国际知名艺术家的第一位学生,被媒体誉为天之娇女。 13岁破格参加一考高考,我顺利考入全国排名第一的艺术院校。 所有人都笃定我会未来可期,前途无量。 可28岁的我,一事无成,成了最出名的啃老族。 黎川找到我的时候,表情有些凝质和惊讶。 我拍他屁股上的灰,从台阶上站了起来,不好意思地冲他笑道。 黎姐姐,12年前也是你来采访我的。 他把我牵到一旁的树荫下,就这叶片下系透出的光, 黎川凝视我的脸,眼底闪过许多情绪。 他欲言又指,你好招招,这么多年不见,你变化真大,我咧着嘴,只是笑。 转过头,我看着路边车窗倒映出来的人。 面色铁青,头发枯黄,明明不到30岁,却像个暮气沉沉的中年人。 和15年前那个穿着白色纱裙,妆容精致,站在一口考场外, 被无数媒体争相报道的天才少女于昭昭,截然不同。 如今的我,可以用陨落来形容。 黎川犹豫了几秒,拿起了收音器。 昭昭,可以告诉我们这些年发生了什么吗? 我挽起耳边的碎发。 我呀,15年前,我就被我爸妈亲手杀死了。 我叫于昭昭。 从我记事起,就生活在数不尽的赞美和聚光灯中。 因为我从小就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高智商。 三岁的时候,别的孩子还在喂奶嘴, 我唐诗三百首倒背如柳,心算三位数加减乘除, 对初中水平的英文单词过目不忘。 幼儿园音乐课上,老师弹错了一个英语词, 对我哭着指了出来。 他觉得惊讶,把还没琴邓高的我抱到腿上。 连首饰都没学过的我, 却能在听一遍后,复刻出莫扎特的名曲。 音乐老师当机立断,抱着我跑去园长办公室, 两个人一通电话,把我爸妈请到了幼儿园。 我妈祖上三代农民,结婚就做了全职太太, 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音乐天赋。 但园长嘴里不断念叨的天才神童, 让他目光闪烁。 他看着满脸兴奋的老师,扭头望向我爸。 我爸直勾勾地盯着我, 抑制不住地欣喜若狂。 祖宗保佑,祖宗保佑, 我们老于家的祖坟要冒清烟了。 他们马不停蹄地把我带娶儿童医院, 做了智商鉴定。 鉴定结果出来, 医生推了推眼镜, 露出一丝真挚的笑意。 我做鉴定这么多年, 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的分数, 只要好好培养, 这孩子的前途不可估量。 爸妈彼此对视了一眼, 手搭着手, 将我高高抱起。 我就知道, 我的乖女儿是个天才, 可我记得, 我妈每天半夜都会坐在我的床边, 小声抽气, 同时眼睛里还闪烁着胸光, 像是个厉鬼。 嘴里皱骂道, 怎么是个女儿, 怎么偏偏就是个女儿, 而我爸, 从我记事起, 就没对我露出过笑脸。 那天以后, 我退了学, 因为我爸觉得以幼儿园老师的教学水平, 已经不配教我了。 他们买了台电子琴, 让我跟着钢琴家的视频自学, 并且热衷于让我在亲朋好友面前, 弹线给爱丽丝。 我妈每天都会把我弹琴的样子录下来, 发到网上。 没过多久, 我就乘着短视频的风在全网爆火, 每个弹琴视频的播放量都是百万级别的。 评论区里挤满了跪着叫我小孩姐的人。 我妈原本被油烟熏得焦黄憔悴的脸, 也在一天天的吹捧中, 容光焕发。 直到有一天, 不同反响的大人物轻飘飘地留下热评。 天赋不应该被耽搁, 让她跟我学吧, 我可以免费送她一架钢琴, 我被爸妈急吼吼地送到了势力艺术馆。 聚光灯下, 纯白色的三角钢琴旁坐了一个穿着银白色鱼尾长裙, 美得不真实的女人。 看到旁边立着的海报, 我才知道, 她是国内目前最年轻女钢琴演奏家, 上个月刚刚结束自己的欧洲巡演。 杨思年一曲终了, 手还没离开情见, 我爸便迫不及待, 大声说道, 杨老师, 你好, 我是于昭昭的爸爸。 台下还做了不少来观摩的孩子和家长, 听到我爸的话, 纷纷将目光投在我身上。 这让我感到有些窘迫, 但我爸妈却不这么觉得。 我妈叫急了, 老师, 这就是我们家昭昭, 就是网上那个特别火的音乐神筒。 杨思年微笑着, 款款而来, 将我牵到钢琴旁。 昭昭, 随便弹一弹, 让我看看你的功底。 我侧头, 用力吸了吸鼻子, 因为他身上很好闻, 有一股富裕但不浓烈的花香营绕着, 像他说话的嗓音一样轻柔。 在他温柔的注视下, 我弹了自己最喜欢的曲子, Love Thing。 敲下最后一个琴键, 我转头看向杨思年。 他面上掩饰不住的欣赏, 不错, 有触见, 有呼吸, 有强弱, 你自学成这样已经很厉害了。 我看着面前这张漂亮的脸蛋, 有些害羞。 我很喜欢这个和蔼的美丽女人。 谢谢, 杨老师。 可我爸不太满意, 他赶紧跑上台, 打断了我们的对话。 老师, 我们招招的水平可不止这么点, 我敢说他是国内弹钢琴最厉害的小孩, 比你见过的学生都要聪明。 招招, 你再给老师弹一遍, 就弹那个, 那什么蜜蜂。 我小声说道, 野风飞舞。 我爸不懂钢琴, 只是他看网上都说这首曲子难, 所以想让我表现。 可八十八个琴剑对于五岁小孩来说太多了, 我根本来不及做到快速且精准的演奏。 所以我不想弹。 我爸还是不甘心, 拽着我的手往昂贵的诗坦威琴剑上砸, 想逼我再展示展示。 他还在抱怨, 这孩子就是没个眼力见, 不会来世, 一点都不懂礼貌, 直到杨思年的表情渐渐冷淡了下来。 好了, 招吵爸爸, 我看过很多招招的视频, 已经大带了解他的水平了, 今天也只是想现场再看一遍。 我妈搓了搓手, 殷切地笑道, 那您觉得我们吵吵怎么样? 杨思年看着我爸妈, 然后看向我, 我咬着下唇, 藏在袖子里的手指指不住地抖。 以后每周末的晚上都来这里, 我做你的老师, 好不好, 我的心碰了一下明亮了起来。 好, 杨老师说到做到, 我爸妈从旁边路过, 都得侧着身子。 但他们乐此不疲, 我妈账号更新的频率 从一天一更变成了一天三更, 就连简介都改成了 著名钢琴家杨思年唯一学生。 我爸为了接送, 我去艺术馆上课, 咬紧牙关买了辆宝马三系。 他从后视镜里看着我, 招招, 你是咱老余家最聪明的孩子, 爸爸妈妈以后可就都指望你了。 我走进艺术馆大门的时候, 我爸还站在车旁, 眉飞色舞的跟保安吹牛逼。 这是我女儿, 神童。 就在我正式学习钢琴的第二年, 杨老师收了第二个学生。 那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穿着淡粉色的小裙子, 扎着圆滚的丸子头, 她从门外进来, 踩着地上细碎的阳光, 向我伸出手。 你好, 我叫齐松月, 是松坚明月的意思, 今年上小学三年级。 她也是大人们常说的那种, 一看就家境很优越的孩子。 大方落落, 说话得体。 杨老师笑颜弯弯地看着她, 我愣了愣, 才怯生生地问好。 杨老师低头, 摸了摸我们的头顶, 招招是妹妹, 也是你的师姐, 要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你多问问吵吵。 齐松月一口答应, 欢快而响亮。 杨老师一走, 他就往我手里塞了两颗进口的巧克力。 招招师姐, 我爸妈可喜欢你了, 我也是看了你的视频, 才想要学钢琴的, 你就是我的目标和榜样。 我离开幼儿园很久了, 身边几乎没有同龄人。 望着齐松月成亮的眼眸, 我攥着巧克力, 还没吃糖, 却觉得心里已经甜滋滋的了。 傍晚, 我被齐松月揽着, 一起从艺术馆里走出来, 门口只停了两辆车, 一辆是灰扑扑的三系, 另一辆不认识, 底盘比我个子还高。 我被我爸紧赶慢赶地拉上了车。 路过齐松月家体积庞大的战车时, 驾驶座的男人微笑着冲我点了点头, 我觉得有点面熟。 回家的路上, 我爸从后视近腻了我一眼。 招招, 你跟着杨老师是来学习的, 不是来交朋友的, 我把你生下来也不是为了让你享受的。 在这任何人都是你的敌人, 都是你的对手, 你以为别人是想跟你做朋友, 指不定哪天在比赛上给你使坏, 把你第一的名次抢走了, 你就等着哭吧。 我微微敏唇, 爸爸, 刚刚那辆车的车牌上有好多个溜。 我爸顿了顿, 用鼻子里哼出一股气来。 有钱有什么用, 还不是不会生, 花再多的钱也买不到一个优秀的基因。 你以后少跟那妮子来往。 我垂下头, 我爸没发现, 那个车牌不仅数字整齐统一, 还是AG开头的。 而我, 只在艺术馆附近的市委大院里见过。 如果他懂得像别的家长一样, 借着尽松孩子的时间, 跟齐松月爸爸聊上两句, 或许就不会像现在一样, 坐井观天了呢? 我爸妈极力反对, 我和齐松月交朋友。 他们坚信我是寒闷贵子, 未来能够凭着我的天赋 一跃到阶级之上。 但我们都还小, 孩子的友情, 家长很难插手。 日子一长, 齐松月就成了我唯一的朋友。 他天赋在从小就学习音乐的学生里 不算顶尖, 但胜在聪颖机灵, 又有名师教导, 水平拔高得很快。 齐松月唯一的缺点, 就是喜欢偷懒了。 每次杨老师有事出去, 他的手就会立马从琴键上撤离, 坐到我身旁, 把下巴靠在我肩头。 齐松月在我耳边喝口气, 招招,你知道吗? 原来杨老师教一节课, 要这么多钱呢? 他表情夸张, 竖起五根手指。 我呆滞了几秒钟, 原来时间就是金钱, 是这意思。 那你赶紧好好练, 老师今天教你的败额, 你都还没谈顺呢? 我思索着, 下月就是新海赛了。 齐松月歪着头跟我撒娇, 哎呦, 反正有你在, 我也拿不到第一, 我就是去走个过场的。 再说了, 我爸妈就是希望我能培养个爱好, 不要求我做出什么成绩。 除了钢琴, 平时我还要去上芭蕾课, 马术课, 可累死我了, 我的手腕不由自主一沉, 施坦威发出嫩嫩的声响。 怎么了? 没什么? 我只是突然想起, 早上我妈一边给我喂牛奶, 一边往我嘴里塞鸡蛋, 嘴里像是拜佛般, 不断嘟囔着。 哎呦, 我的小祖宗啊, 你可得好好养着身体, 咱们家就叛令你这个小天才以后出人头地, 当大演奏家, 大音乐家, 把我和你爸从这个破筒子楼街走了。 赶紧吃, 吃完好练琴去。 我爸本来是个只会听东北民歌的人, 自从我开始学了钢琴, 他买了好多音乐家的CD, 每天在电视机循环播放, 然后坐在沙发上摇头晃脑的欣赏。 我听到隔壁的姐姐出门去上学的声音, 扭头看向我妈。 妈, 我想看回书, 我想去学校。 我妈眼色莫的一变, 你这孩子, 不要仗着自己聪明就想着偷懒, 真正的天才都是既聪明又努力的, 难道你比那些演奏家还厉害吗? 爸爸妈妈为了支持你的音乐梦想, 付出了这么多, 你要是没成功, 你对得起谁? 说着, 他忽然像是想到什么,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不过也对, 咱们招招智商高, 学东西快, 肯定干什么都能成, 说你能多方面发展, 当个全方位的人才。 刚好你也到上学的年纪了, 等你比完赛, 妈就带你去小学报名。 然后, 我妈又念了几句天才有天才的路, 不同反响之类的话, 依依不舍地去厨房洗碗了。 我这才松了口气, 到了比赛前天的晚上, 我妈为了让我有精力应对, 赶早买了党参、 当归、 黄旗和乌鸡, 给我炖了几个小时的十全大补汤。 第二天又跟我爸一起, 穿上了西装旗袍, 送我去参加比赛。 会场到处都是人, 我说不上来的慌, 心中有种不祥预感。 突然有人从身后拍了我一下, 我转过头, 一张漂亮的像洋娃娃的脸映入眼帘。 齐松月今天穿了件定制的礼服, 有蓬松、 拖地的纱裙, 和动画里的公主一模一样, 头顶还戴着一顶精致的钻石皇冠。 他往我颤抖的手心里塞了颗糖, 小声说道, 招招, 别紧张, 你是最厉害的, 等你拿个冠军, 我把我的皇冠借离你带。 我紧张地说不出话, 齐松月抽到第一个上台, 他马上就要走了, 临走前, 他还捏了捏我的脸。 加油招招, 我勉强露出了一个笑容, 但我没能如松月所愿, 因为比赛前的五分钟, 我在卫生间里拉肚子到虚脱, 差点连站都站不起来, 这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那种紧张到胃不舒服的感觉, 是肠道紊乱的一种反应。 但是松月超常发挥, 拿了少儿组的第一名。 他站在台上, 茫然地望着我, 头顶的皇冠在聚光灯下一以身辉。 可我由衷地替他感到开心, 因为我觉得他今天的打扮很适合领奖, 也许是被我的表情感动到了。 齐松月紧绷的小脸, 终于慢慢松懈了下来。 他裂开涂着粉色唇彩的嘴, 向我眨眨眼。 就在掌声如潮水般涌起的时候, 我看到我爸妈拨开层层人群, 冲上舞台, 我爸在我惊恐的目光中, 神情激动地指着齐松月, 嘴里甚至喷洒出一片唾沫星子。 看着我爸妈开开合合的两张血盆大口, 我浑身都失去了温度。 他作弊, 他陷害我女儿, 冠军是属于我女儿的。 我妈在会场看到了齐松月给我淌的一幕, 她和我爸一合计, 坚决认为齐松月给我的糖有问题, 才害得我拉肚子, 碰失了冠军。 他们甚至还找到会场主办方, 在众目睽睽之下逼迫对方出示监控, 只为了证明我确实拿了糖。 当画面被播放出来, 我爸妈就像斗胜的攻击, 昂头挺胸, 露视着齐松月和她的父母。 只有我的脸火辣辣的。 齐松月的爸爸微微皱眉, 松月不可能干这种事, 而且监控也没法证明糖有问题, 会不会是昭昭今天身体不舒服。 我妈很没冷对, 恨不得扑到她身上, 生吃了她。 怎么可能? 你别看我们家穷, 但是我对昭昭的生活饮食非常上心, 吃穿用度都是最好的, 连路边摊都不让她吃, 我们昭昭是天才, 我们做父母的给她的不比谁家孩子差。 我爸马上接过我妈的话头, 我知道你是谁, 但比赛应该是公平公正的, 跟身份地位无关, 如果谁都可以靠身份靠特权式排挤平民孩子, 那根本就没有必要举办这场比赛, 直接给你家孩子颁奖好了。 她一边说, 一边紧紧盯着松月的爸爸, 狭长的眼睛里闪烁出仇恨的目光。 齐松月的爸爸很明显, 不想被人提到自己的身份, 她眉头的穿字看起来更深了, 嘴唇微动, 似乎在斟酌该怎么安抚我爸妈的情绪。 可我爸妈却把她的沉默当成了把柄, 我爸挥舞双臂, 猛地提高了音量。 我女儿与昭昭和那些花钱上课的学生不一样, 她是个真正的天才, 她不应该被埋没, 我是穷, 我是普通人, 但我一定要捍卫我女儿应有的奖项和名誉。 多可笑, 连核心价值观是什么都记不清楚, 只会在茶余饭后踢着牙埋怨资本家剥削百姓的一个人, 口口声声要捍卫我的权利。 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双手握拳, 紧紧攥住自己空空如也的口袋。 我根本就没吃那颗糖, 可是我找不到它的存在了, 或许是掉在卫生间的哪个角落里了。 我猛地抬起头, 想跟齐松月解释, 可看到她哭得红肿的眼眶, 我的话哽在了喉咙里。 我不由自主染上了哭腔, 妈, 不是松月, 我根本就没吃。 我妈捂着我的嘴, 低下头, 咬牙切齿地瞪了我一眼。 小孩子懂什么, 你所谓的好朋友, 就是想害你, 你还替他说话, 你就是没接受过社会险恶, 太心地善良, 所以才会被人欺负。 不像有的人, 光有几个臭钱, 教育不好孩子, 有什么用。 最后一句话, 我妈说得特别大声, 铿腔有力, 自证腔圆。 齐松月的爸爸, 铁青着脸, 捂着松月的耳朵, 把他抱走了。 主办方被纠缠得实在没办法了, 决定为我再办一场比赛, 将我的分数计入。 我在我爸妈凶狠的注视下, 咬紧牙关弹完了一手, 拿到了冠军。 我爸妈终于满意了, 他们露出了胜利者的笑容, 像在家排练过无数次的那种, 故作镇静地接受媒体的采访, 大谈对天才的教育。 其实我们不管潮潮的, 他打小就是我们家里最聪明的, 特别让人省心。 今后的计划, 应该会加强潮潮的社交方面, 他太聪明了, 和同龄人格格不入, 总是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 所以很容易被骗, 我觉得应该多教教他怎么分辨善恶是非。 我趴在走廊上, 在材质堆里找到了那块糖, 飞奔着跑出场馆。 我想告诉齐松月, 我有办法证明不是他的错了, 冠军本来就应该是他的, 是我自己没服气。 我跑到拐角, 看到那辆庞大的车, 心里一直悬着的巨石, 才落下了一点。 松月, 今天的事情你没有错, 是齐松月妈妈的声音, 像袁浩一样温和。 但你要记住, 你和余昭昭永远都不会是一个阶层, 一个世界的人, 他也许是个天才, 但他有这样的父母, 注定永远也无法翻身。 以后别再跟他来往了, 好吗? 我的心慢慢沉了下去, 我看到齐松月念如着嘴唇, 小声抽泣。 嗯, 昭昭, 你吓死妈妈了, 怎么又到处乱跑? 齐家人听到我妈尖锐的嗓子, 转过头望向我, 我妈没发现他们, 拽着我的胳膊, 往停车场的另一个方向走。 你今天长记性了吧, 要不是有爸爸妈妈在, 你就拿不回属于你的冠军了, 这世上坏人很多的, 你别觉得人家真心想跟你玩, 其实都是卯足了竟想害你呢。 我妈把我攥在手里的糖抠了出来, 扔进垃圾桶里, 她语气很轻蔑, 国外的东西有什么好的, 还不如大白兔, 你就是被这些东西给骗了。 我妈的劲很大, 我挣脱不过, 差点被她拖到地上, 一扭头, 我对上齐松月湿漉漉的双眸, 她的眼神像头顶的钻石一样冷淡。 后来我才知道, 我妈错把党参买成了西洋参, 西洋参是良性的东西, 我是因为比赛前喝了太多汤, 胃寒才导致的腹泻。 不过我妈发现以后, 也只是轻飘飘地落下一句, 哦, 是吗? 齐松月再也没去上过课,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我爸妈总把这件事挂在嘴边, 他们将这件事, 视为一次伟大的革命胜利。 我妈第二天还在账号里发表了一篇文章, 将她和我爸反抗压迫的心路历程, 写的那叫一个慷慨激昂, 热血沸腾。 其中, 齐松月骗我吃糖的是, 被说得有板有眼, 让人仿佛身临其境。 我都差点忘了, 她只有中专学历。 她还说, 虽然我们家昭昭聪明, 但也离不开父母的帮助和照顾, 我们做父母的, 只要孩子好, 就什么都不怕。 但因为恶意造谣, 我妈的账号被永久封禁了。 杨老师听闻了这场闹剧, 沉默片刻, 摸了摸我的头顶。 我又像第一年来时, 孤独地学琴, 孤独地离开, 即便上了小学, 也没有再, 交到第二个朋友。 因为开学第一天, 我妈特地到班上嘱咐老师。 我们家昭昭以后是要当著名钢琴家的, 希望不要有任何孩子因为打闹, 伤到碰到他哪里, 要是没法参加比赛, 我肯定会追究你们学校的责任的。 老师最怕这种家长, 所以为了避免麻烦, 什么事也不让我做, 什么活动也不让我参与。 学生感受到这种氛围, 自觉回绝了和我的来往。 久而久之, 我被孤立了。 我只能像我爸妈期望的那样, 终日与钢琴为伴, 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之中。 到了小生初的那一年, 我破格参加高考, 凭借专业第一, 500分的文化成。 即被全国排名第一的艺术类院校录取。 同一年, 杨老师签约了国际唱片公司, 并受邀前往科蒂斯音乐学院任教三年。 那天下课, 他多留了我五分钟。 招招, 你想不想跟老师一起去美国, 我希望你能接受更好的教育。 如果担心钱的问题, 老师会解决的。 杨老师一向是个温柔文静的女人, 即使在课上, 也力求每句话都简洁精炼, 唯独今天, 她说了好多, 她告诉我, 我爸妈眼界不高, 见识短浅, 迟早有一天会拖累我的。 杨老师还说, 她希望自己能培养出一个国际上的顶尖大师, 而我是她最看重, 也最得意的学生。 我静静地看着杨老师闪烁波光的眼睛, 短短的指甲, 把手心掐出好几个印子。 坐在我爸车上, 我开口说道, 杨老师下个月就要走了, 我想跟他一起去美国进修。 空气仿佛有一瞬间的凝滞, 我爸飞快地从后视镜里贴了我一眼。 今晚吃红烧排骨, 你最爱吃的, 我就知道会这样。 一路沉默, 坐到饭桌上, 我又开口提起这件事, 我妈吓了一跳, 你发什么神经? 我认真地告诉她, 这所学校是世界最顶尖的音乐院校之一, 朗朗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 如果不跟老师一起入学, 仅凭我自己的能力, 几乎不可能被学校录取, 这个机会很难得, 我想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试一试。 杨老师说了, 可以负责我的生活费和学费, 将来入学了, 我也可以去申请奖学金, 只要你们同意, 她可以马上帮我办理签证。 我妈眼睛圆瞪, 看着我, 像在看一个在说胡话的疯子。 招招, 你知不知道, 现在很多孩子被骗去缅北的? 如果你们有疑问, 可以打电话跟杨老师沟通, 我拿出手机。 侧头望向一旁被擦得油光水亮的钢琴, 而且, 我还不如这台钢琴之前, 杨老师免费教了我这么多年, 没必要现在才骗我。 他想都没想, 大声反驳我, 你跟别人不一样, 公众号都说了, 很多有钱人为了提高智商, 去换高智商小孩的脑子。 我心底忽然涌上一股无可奈何的悲哀, 像是覆盖在我背上的一个沉重包袱, 将我往地里压, 我几乎连开口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妈还在不依不聊地质问我, 直到面目都有些猙獰了。 她为什么只带你, 不带别人, 不就是因为你是个天才, 你更有价值吗? 你以前都很听话的, 从来不会顶撞妈妈, 今天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杨思年挑唆你争作的? 怪不得那个老女人一辈子都没结过婚, 看来网上那些说她信教的爆料都是真的, 她可真有心眼, 专门像什么也不知道的小孩子下手, 我告诉你招招, 有钱人手段都脏得很, 都见不得光, 我是不会同意你去的, 除非我死了。 她越说越骄傲, 越说越激动。 我妈甚至在我沉默的时间里, 出色地完成了逻辑自洽, 将过去被她吹捧的天上地下的杨老师 从女神位置拉下来, 变成没有真本事, 靠张开双腿上位的假演奏家。 可是她根本就没想过, 如果不是杨老师, 我只能在35平米的屋子里, 弹500块的电子钢琴。 而她引以为傲的我的音乐天赋, 还不知杨老师一个爱马仕包包珍贵。 就在这时, 杨老师电话打了过来, 我妈忽然抢过我的手机, 点开外放。 杨老师温温柔弱的嗓音, 在我耳边响起。 招招, 你和爸爸妈妈商量过了没有? 要是爸爸妈妈不放心, 就让他们给老师打个电话, 老师来跟他们说。 我妈尖叫起来, 杨老师, 你以后都不要再打电话来了。 紧接着, 我妈开始破口大骂, 要多粗俗, 有多粗俗, 要多刻薄, 有多刻薄。 血液灯石涌上我的脑子, 我想都没想扑到我妈身上, 抓起手机, 用尽全身力气把她抡到地上, 砸个稀巴烂。 求求你们别再自以为是了, 你以为你是谁, 如果不是我, 你们连杨老师演奏会的门票都抢不到。 你给我闭嘴。 我爸一巴掌重重摔在我脸上, 我眼眶里下意识泛起生理性的泪花。 紧接着, 我爸摔了碗筷, 他脸胀红, 鼻孔不断放大, 膝张, 然后指着我破口大骂。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拿了点破奖, 就很了不起, 可以看不起我跟你妈了。 我看你这么多年情, 根本就是白学了, 连最基本的孝道都不懂, 你还学个屁, 我看你根本就是得不配位, 你不配为人。 脸火辣辣的疼, 我咬紧牙关, 我一定要去。 我爸彻底被激怒了, 他觉得自己的权威被挑衅了。 他猛地站起身, 骂骂咧咧地从阳台拿了一把工具锤进来。 我就不应该讲道理, 我没你聪明, 讲不赢你, 但是我生你养你, 你只要是我余国强的女儿, 你就得听我的。 我让你怕就怕, 我让你笑就笑。 我心头一紧, 还没反应过来, 他就已经攒足了浑身力气, 不由分说地垂向我的钢琴。 一下一下, 砸在非白琴剑上, 发出几次耳的噪音。 我忽然开始耳鸣, 天旋地转, 听不到我妈在耳边的尖叫。 我感觉天都塌了。 那天以后, 我好像病了。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不吃不喝, 直挺挺地躺在床上。 无论窗外是白天还是晚上, 我都毫不关心, 只有手指一直在空气里, 敲阳老师教我的最后一首曲子。 直到第四天, 我爸把我的门拆了, 我才重见天日。 我妈把我带去医院的心理咨询室。 医生注视着我, 眼神有一丝怜悯, 可能是我看起来太年轻。 孩子这是创伤后应激障碍了, 需要进行心理疏导, 不然长时间憋着, 迟早会出问题的。 他让我妈去交钱, 再带我过去。 两百块一个小时的费用, 听得我妈目瞪口呆, 她答应下来, 然后扭头带我离开了医院。 这么小的孩子能有什么障碍? 现在的医生为了骗钱真是不择手段, 一点医德都没有。 我妈一路上贬低着那位眉目和蔼的医生, 阴阳她是个庸医, 没真本事的水货。 我回到家, 看见残缺的钢琴, 像被电流击中了一样, 开始尖叫。 因为我不断地看见我爸拿着工具锤, 磨刀霍霍像钢琴的那幅场面, 施坦威在我耳边发出沉闷的哀号。 过了几天, 我爸碍于链子, 一咬牙, 请琴行的人上门修琴。 十几个破碎的琴剑, 花了他大半年的工资。 等琴修好了, 我也开始好转。 我想, 我已经被国内最好的艺术类院校录取了, 我还有别的路可以走, 我还年轻, 未来依旧是光明的。 我应该, 我应该还有办法的吧。 我睁开眼, 我爸站在门边喊我出去吃饭, 我妈像是为了缓和气氛, 不断地往我碗里夹排骨。 沉默了片刻, 我爸从鼻子里喷出一股气。 行了, 别老百出一股所有人都欠你百八十万的样子, 父母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你好, 现在琴也修好了, 该吃饭了吧。 我垂下头, 没说话。 他接着拿枪做调,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等你以后当妈了就知道了,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再说了, 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发展起来了, 国内那么多好学校, 哪个不能上, 非要跑到国外去。 你是中国人, 要支持我们国家的发展, 为祖国做出贡献, 别一门心思, 想着重样媚外, 那都是汉奸做的事情。 或许是我爸说的话太离谱, 我妈低着头, 用胳膊肘鼓勇了他一下。 他这才反应过来, 倾咳一声。 好了, 不说了, 爸爸不应该跟你吵架, 爸爸这些天反省过了, 觉得我们应该是没给你足够的关心, 才让你被人带歪了路子, 但是现在还有弥补的机会。 音乐圈子太乱, 而且吃的又是青春饭, 所以我和你妈决定让你及时止损, 别等身陷泥潭才后悔。 我看着我爸有些得意的表情, 慢慢地放下了筷子。 我爸趾高气扬地宣布, 我已经帮你跟学校退档了, 你再努力一年, 明年咱们直接上清华, 我呆呆地看着他一张一合的嘴, 仿佛是什么崩断了的声音, 在我耳边骤然响起。 一个月以后, 陈老师赴美。 我在国内收到了他留下的一封信, 微黄的纸张上有几颗硕大的水印, 我几乎能看到老师坐在桌前沉没垂泪的样子。 招招, 老师希望你能够有所成就, 但你还太小, 老师无能为力, 违望你日后能够自由。 我妈下班回家, 刚好撞到我躲在卫生间里看信, 直接破门而入, 抢走了我手里的信。 当她发现落款是杨老师的名字, 顿时暴跳如雷, 把信撕得细碎。 她朝我吼道, 你真是着了魔了, 爸妈的话你不听, 去听一个外人的话, 她是生你了还是养你了, 你怎么就不明白爸妈的苦心呢? 我双唇紧闭, 直勾勾地盯着我妈看。 可能是我的眼神让她有些毛骨悚然, 我妈捂着胸口, 装出一副心脏病发的样子。 爸妈都是为了你好, 难道我们还能害你不成? 你这是什么眼神? 你是在恨我们吗? 我天天起早贪黑, 给你做饭, 挣钱供你读书, 辛辛苦苦了大半辈子, 为的都是谁, 都是为了你, 你现在就这么看我是不是? 你和你爸一样看不起我, 觉得我没问话对不对? 他满屋子歇斯底里的怒吼, 像精神失常一样的用他的包包砸沙发, 我默不作声, 蹲在地上把被撕碎的杏笼起来, 收进口袋里。 一直到我爸下班回家, 我妈还在指着我鼻子骂。 我爸听完前因后果, 皱了皱眉, 昭昭,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坐在书桌前, 背对着他们, 什么也听不到。 从很早以前开始, 我爸妈在我眼里变成了面目扭曲的恶魔, 一开口就是鬼哭狼嚎, 他们说的什么, 我都听不懂了, 只觉得耳边嗡嗡的, 全是刺耳的鸣叫。 后来, 我如他们所愿的, 去了清华附中, 我爸妈可能是觉得我想开了, 难得对我露出了殷勤的笑容, 家庭氛围也恢复了短暂的和平。 直到第一次模拟考试的成绩下来, 我考了全班倒数第二, 倒数第一是缺考的竞赛生。 学校本来不允许公开排名的, 但我爸单位有个同事的亲戚在学校任教, 我爸想方设法地弄到了排名, 他从前面翻到最后面, 怒不可遏。 尽管我每科成绩都不低, 但他还是从腰间抽出了皮带。 第二天, 我浑身亲子地去了学校, 我爸趾高气扬地跟在我身后, 就像是押送犯人一样, 把我押到老师面前。 他拽着我, 手里拿着前天晚上逼我写的保证书, 上面保证自己下次会考到。 年级第一, 老师愣了一下, 招招家长, 其实招招成绩已经很不错了, 他是班里最小的孩子, 而且以前跟其他孩子不是一个赛道的, 家长不应该太压苗助长。 然后, 他委婉说道, 而且招潮的状态不太好, 写错题的时候一直用橡皮擦擦纸, 擦的试卷都破了, 都不肯停。 我们学校的心理老师说, 他似乎出现了强迫症状, 学校建议家长带孩子回去休息一段时间。 我爸很生气, 休息什么休息, 我送孩子来, 是希望他能够接受教育的, 您这么懈怠我女儿, 怪不得他考杂了。 老师无奈地望着我, 我面无表情, 抬头看着窗外低空飞行的蜻蜓, 耳边响起了阵阵悲鸣, 我的幻听好像变得更重了。 离川听到最后, 手里的笔停了好几回, 他斟酌又斟酌, 才开口。 后来呢? 我仰头笑道, 后来我高考, 还是五百分, 上不了一本, 能上个不错的二本医学院。 但是, 在填报志愿的最后一天, 我妈偷偷把我的一志愿改成本地大学的教育专业, 因为她和我爸觉得当医生投入成本太高, 毕业以后我都成了老女人了, 不如当老师, 将来考了编制, 就是体面的体饭碗。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我彻底发了疯, 当着我爸妈的面把她撕了个稀巴烂, 我妈看着我, 惊恐地尖叫, 我也叫, 叫得比她更分辈更高。 我霸气炸了, 拽着我抡圆了胳膊, 抽我的脸, 像打鸡血一样, 不知道扇了多少下。 我一边挣扎, 一边在他们耳边怒吼, 然后冲破了我爸的压制, 冲到阳台, 想都没想, 就一头扎了下去。 可惜的是, 我家只有三楼, 我摔成了骨折。 我爸妈赶到医院的时候, 灰头土脸。 我爸愤怒地看着我, 咬牙切齿挤出了一句话, 我怎么养了, 你这么个白眼狼。 为了骂我, 他甚至还专门从公众号里学了句诗, 仗义美多土狗辈, 复兴从来读书人, 以此指责我光有脑子, 没有良心, 冷漠自私。 我咧开嘴, 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再然后, 我还是入学了, 但从来不做任何事, 不参与任何活动, 不学习, 甚至不答卷。 最终, 我因为多门专业挂科, 被大学劝退。 回到家里, 一直待到今天。 离川问, 你是不是想用这种方式, 报复你爸妈? 我看着他, 抿着嘴唇, 只想笑。 没必要。 那你还会再原谅他们吗? 回应他的, 是长久的沉默。 其实很久之前, 我就已经原谅过他们千千万万遍了。 今天回家的路有些漫长, 我慢悠悠地回到了那栋破旧的桶子楼。 这些年里, 街坊邻居搬的搬, 走的走, 如今已经不剩下多少户了, 放眼望去。 几栋楼里, 只有我们家的厨房窗口冒出油烟。 要不是我爸为了面子, 卖了家里的钢琴, 给老家建房子, 恐怕我们早就换上新房了。 我爸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像那木桩子一样。 直到电视上出现了一张熟悉的脸, 他才缓慢地眨了眨眼。 我说, 这是齐松月呀, 听说他去年从朱利亚音乐学院毕业了, 准备去维也纳金色大厅开自己的独奏会。 我爸微微愣了一下, 像是不太记得这号人物, 转头换了台。 他终于开口, 要是你当年能够坚持学琴, 你也能在这些地方表演。 我笑了笑, 转头去厨房, 正好碰到我妈用毛巾裹住手, 从锅里端菜出来。 看到我, 他热切地招呼道, 回来了呀, 今晚有你爱吃的糖醋排骨, 赶紧洗手吃饭吧。 我有一瞬间的恍惚, 其实我早就不爱吃糖醋排骨了, 小时候喜欢酸酸甜甜的口味, 长大以后反而变了。 饭桌上, 我爸给我加了块排骨, 我托朋友给你找了个工作, 很轻松的, 也不累, 离家很近, 你要不去试试看吧。 见我不说话, 他搓了搓手, 算了, 反正你待在家里, 也花不了多少钱, 你想上就上, 不想就算了吧, 我N了一声, 这才拿起筷子, 闷头吃饭。 如果不是离川突然要来采访, 我懒得去想过去那些纠葛, 因为我发现不做神童的生活, 反而让我觉得更自由, 就像杨老师信里说的那样, 我拥有了。 我懒得恨, 埋怨, 去追究谁的责任, 也懒得去报复谁。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爸妈也接受了我的平庸, 过去那个不同凡响的天之娇女, 像是梦了一场, 昙花一现地消失了, 谁也没再提起过。 除了, 书桌上我第一次拿奖的照片, 它证明过曾经的我也有越过龙门的可能, 但贫瘠的土地是开不出花的。 回过神, 我妈正局促不安地望着我, 怎么样, 咸不咸, 口味是不是重了? 二胎失败之后, 他们开始对我小心翼翼地讨好。 我摇摇头, 我妈松了口气。 她又说起, 前几天跟闺蜜一起打麻将, 有个和她不对付的阿姨 输了两次, 就开始在牌桌上阴阳怪气。 哎, 我记得你家昭昭以前不是很聪明的吗? 怎么也没上到清华北大什么的, 这退步是不是也退大了点。 我妈不如分说地掀了桌子, 薅着阿姨的头发, 对她说, 少对我闺女说三道四, 她再怎么样, 也比你烂泥扶不上墙只能花钱读大砖的傻儿子墙。 说完, 她期待地看了我一眼, 我没什么想法。 我知道, 我爸妈说我是家里最聪明的孩子, 但同时, 他们又接受不了我是最聪明的,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时候才是, 让他们活在后悔当中, 其实这就是你对他们的抱负吧, 离川填了填嘴角, 问出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一起眼睛, 没说话, 抬起手在半空中, 为自己弹奏了一首拉赫马尼诺夫的。 暴风雪。